12月6日 熊黛林 周文奇 汪诗诗 汪媛媛 陈嘉荣等一众名模 现身铜锣湾为琪琪创立的手表品牌立台 忙着照顾双胞胎女儿的熊黛林 比原定时间迟了少许 她透露因为昨晚两个小孩子都哭 睡不了 早上起床照镜子 发现都有两个黑眼圈 问到平时老公郭可颂 可有帮忙照看宝宝 她就解释指 因为老公要工作很忙的 所以她还是主力去工作 那我呢是照顾宝宝还有我妈妈这样子 至于同时照顾两个女儿会否感到有些吃力 熊黛林就表示 两个女儿在学爬行还算比较乖 但以后会走路追着孩子满屋跑时 可能会比较累些 现在他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坐在那里玩很久 慢慢开始要学爬了 现在就轻松一点 不过到之后说是 如果他们开始走的时候 就更麻烦了 因为要满屋子追着跑了 提到圣诞节可有安排旅行计划 熊黛林太妍今年很尴尬 女儿还小无法外出 而留在香港跟家人享用圣诞大餐也挺不错 今年应该就是很尴尬的一年 就是他们还不会走路 我们也不能带他们出去度假 所以我觉得留在香港跟家人一起吃圣诞大餐 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非凡娱乐 事实报道